請問今天的歷史屏幕是什麼 劉備大敗 張飛對劉備說 我們應該採取偷襲的方式 好 劉備說 三弟啊 你可以說出這個計謀已經算很不錯了 張飛啊 定做了兩個 偷襲成功的大旗 他在開始耀武揚威啊 因為張飛覺得 他那個以前那個 曹操的報仇雪恨 那個大旗太帥了 曹操看到那個大旗 之後開始大笑 這麼小兒科的計策 用小兒科的手法 就好了嘛 這個他呢 就把 最厲害的軍隊啊分成八路 四路攻 其中啊 三路攻擊 攻進來的人 剩下五路呢 突擊救援部隊 殺 張飛啊 帶著 呼 這個 偷襲成功的大旗 殺進了曹操的大營 殺人放火 結果 發現 還有殺的人全部都是稻草人 放的火呢 把銀寨全都燒了的時候 砰 砰聲一響 曹操 曹操是軍隊啊 他們說 有一對士兵正在竊竊私語 啊 士兵甲說 帥帐被燒了 士兵疑問 士兵甲 被燒了有什麼關係 士兵甲說 我們 我們士兵所有的花花公子 還有黃色書籍 全部都在帥帐裡面 突然砰砰聲一響 士兵甲和士兵語說 我們要為我們的花花公子報仇 殺 一下子啊 鬥靜 鬥智激昂啊 就算這個張飛啊 是猛將 但是所有士兵都要為花花公子 報仇的氣勢啊 壓倒了張飛 偷襲 失敗的氣勢 張飛知道突槌而出 往盲蕩山跑了過去 劉備想 啊 曹操竟然這樣子使出 這麼卑鄙下流 無恥的手段 太可惡了 劉備啊 帶著 小沛成唯一的軍隊啊 衝了過去 衝了過去 突然 張了 砰一聲砲響 攔截去了一半 唉呦 劉備啊 本來在小沛也只有五萬人 本來在小沛也只有三萬人 張飛突襲分去了一萬人 那劉備只剩下兩萬人而已 殺 然後呢 砰又一聲砲響 越境分去了一半的一半 也就是說 劉備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接下來 在好幾個士兵來 好幾隊士兵來 瓜分的結果 劉備最後向後一看 唉呦 只剩下三十幾個人而已耶 喔 沒搞頭了 殺 蛤 往袁紹的地方衝了過去 這個小沛啊 被攻下了 徐州的四二軍頭啊 四二軍啊 聽說小沛被圍 被圍堅的消息啊 他就說 豀啊 孫泉就說 Though 沒搞頭了 快點唸死麻將 逃走 孫泉 一声 把这个Taxi的标志 往马屁股一贴 他就说 往袁绍的大本营夜城奔去 之后 这三个人还有孙琴就分道扬镳了 曹操冲向徐州 发现一点抵抗都没有 就攻下徐州了 曹操说太顺手了 但是 夏培诚这个关羽可不是好惹的 谁去帅强他好呢 我去 张辽说 张辽啊 张辽你不怕死 是一个很好的角色 这时候曹操军的首席谋士国家 站出来 他说 我有一计 可以让关羽不得不降我军 哦 寻忧说 我的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 国家问寻忧 你是曹军的首席谋士吗 不是 我 我 我 舅舅才是 你舅舅 比得过我吗 比不过 那你为什么要插嘴啊 每一次 这个国家 说 接下来这句话要对 听者保密 咕噜咕噜咕噜 一下子呢 对这个 曹擎说了一句话呢 郭家这个记忆到底是什么记忆呢 请见下回分享